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贵 我现在已经回到成都了 回到成都 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考虑上架我们小卖部的第二款产品 其实一直就有一个不错的东西 就是椒麻鸡 看过我们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之前我一个朋友在新疆卖椒麻鸡 卖了很多年 我们每次去新疆都去吃 味道也是非常的棒 就是在我们去新疆那么多地方 他们家的味道绝对算是排在前几名的 真的特别好吃 他们现在回到老家创业了嘛 就在德阳那边 离我们成都很近的 我们就准备过去考察一下 去看一看 其实很早之前 我就想卖他们家的椒麻鸡的 但是之前他们在新疆 就是自己住嘛 然后量比较小 其实像让我来卖的话 他们也做不了那么多 但是现在他们回来开了一个餐厅嘛 这个量就可以起来了 然后像发货啊 那些都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我们今天过去看一看 然后现在我们还没吃午饭 等会直接就去吃椒麻鸡了 对 去看看 对 就像在内地上 想吃到新疆的椒麻鸡还这么容易 走吧 我们马上就要到那边了 嗯 没有太远了 哇 我这朋友现在做的这个餐厅还蛮不错了哈 现在还没有开业 刚刚装修好 没有多少天 现在在市营业当中 可以 回来创业嘛 也能陪着孩子 以前单独在新疆那边很远的 这餐厅还是很大耶 特别大 现在已经两点钟了 我们就饿着肚子的在那边过来吃椒麻鸡 哈哈哈 来来来看一下 不用 不好意思 哈哈哈 来 我们要跟你们跑地久久了 好 吃看看 哈哈 油培呀 你煮椒麻鸡 他们煮椒麻鸡吃 你看 这下子在内地也可以吃新疆的椒麻鸡了 这个就是一定得手撕出来 哇 特别棒啊 把死的很 哇 还拉着 再把你的重新生哥老男人 重新的 突出着 不是重新 不要钱啊 突出着着啊 再把你的生态住 生态住 生态住 可以 现在中间弄的还不错哈 这个 看了 我就直流口水哈 真的 现在我肚子真饿着呢 哎 我上次从新疆回来都几个月了哈 本来以为直接到新疆才能吃了 啊 现在内地也可以吃了 好 一份椒麻鸡搞定 来 端过去 这个是半只 一般 店里面这种摆出来的感觉就非常不一样了啊 对 特别的多 两个人一般吃半只就够了 一只的话两到四个人 可以可以 好香 新疆的味道 先吃 这个院子上刀砍点 生态桌 配住 用生工 来尝一下嘛 拿尝一下 哈哈哈 来来来 哇 这浇麻鸡 其实在家里面买回去就也可以照着这样做出来哈 就做成一道大菜了哈 可以可以 来来来 开吃吧 开吃 开吃 不要客气 来来来 先先先尝一下 你会一路上都在说肚子饿 哈哈 超级好吃 对 他们家的我们都吃过好多次了 每次去新疆都会去他们那里来两只哈 我突然吃到这味道就感觉我又去到新疆了呀 对 因为他本心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卖浆吗 只是说他两个这边的做法不一样 新疆的他这个菜是很好吃的 我也不客气了 我也开吃了哈 好了 你也赶紧吃着吧 还是熟悉的味道 但是第一次在这种餐厅里面吃哈 嗯 对呀 这感觉蛮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新疆吃的是要么就是他们这里吃了有些就是有些小餐馆里面吃过哈 嗯 摆盘没有这么好看 现在看着真的超级好看啊 嗯 姜麻鸡的这个皮是真的好吃啊 脆脆的 我这皮真是最好吃的 嗯 吃了晨头的辣肉 老辣肉 嗯 真特别好吃 吃肉 我吃 哈哈哈 这个椒妈鸡吃了很棒 然后这个辣肉也蛮不错 看一下 一盘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特别好吃 这些猪 城口现在的猪都是粮食猪 都喂一年的 今天啥猪 明天就要把猪叫喂一年 它一年 然后我老人就是最传统的 熏哪个的方法 熏出来的 它肯定就好吃了 它食材好 咋子都好吃了 肯定好吃 嗯 熏这些都是 只说一个半月 比啥 今天不光姜麻鸡这个吃了啥 它现在做这些菜也特别棒 这个小炒肉嘛 全是用了这种生态土猪 就是他们店里所有这个猪肉全都用了这种肉 包括这个盐子汤嘛 这个也是土猪 食材这么特别好啊 本来今天主要想吃这个的 顺便把这些都吃了 这些都是超级好吃的 当然那个辣肉真是好吃 它跟普通猪做的这种辣肉 口感完全不一样 它不腻 这姜麻鸡也特别棒 麻麻的 对 我现在吃完之后嘴巴有点麻麻的 就是麻麻的 虽然说麻麻的哈 但是你就一直想吃 就是特别挣扎你的食欲 嗯 先把这些吃吃 然后你可以啃一下这个鸡爪 对 这个味道也是特别好的 焦麻鸡鸡爪 对 然后它全是那种皮嘛 全是那种口感的 我就觉得这个皮最好吃了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走了吧 刚才跟我朋友们聊了一聊哈 嗯 我们就准备卖他们的这个焦麻鸡了 但是呢 嗯 嗯 前期还需要点准备的工作哈 因为他们也从来没有在网上卖过 然后 嗯 还买买这种包装啊这些嘛 这个毕竟是自己在做嘛 也不是那种什么工厂啊那种 对 到时候卖的话估计就是量不会太大 因为一天只能做那么多出来没办法 因为这个就是自己做的嘛 对 味道也是相当的棒 然后我们刚刚的鸡枣没吃完 把拿回去吃 这个下酒还蛮不错的哈 对对对 呃 如果大家想吃焦麻鸡的话 呃 可以呃 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哈 反正我们会尽快的把它上上上来哈 因为这个确实准备工作还需要一点时间 好 那么就回去吧 走走走 今天这个把焦麻鸡的事情给搞定了 大家也在内地哈 都可以吃焦麻鸡了 呃 具体哪天上架的话 现在就还没有确定 你要在睡觉啊 哈哈 两个哥哥都在车里面睡 行 那么先走吧 先回去了 嗯 尼奥都闻到香味了 好香啊 是吧 你想吃焦麻鸡啊 你吃不了 哈哈哈 可以闻一闻 好了 哈 后面去呢 后面去 后面去 哈哈 闻一下再走 哈哈哈 这个焦麻鸡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筹备了哈 嗯 主要这个东西哈就相当于现做现发的 就当天做好 然后冷冻一晚上哈 因为要给它冻印 然后第二天发货嘛 嗯 但这种的话就必须要走这个顺丰 那顺丰的运费确实有点贵啊 我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一只鸡加上那个汤子的话 嗯 大概就是加上包装 也就是三斤多 就相当于要增加一个续重 嗯 这个顺丰运费 手重20多 续重又是10多 确实有点贵啊 对 嗯 但是又不能发其他快递 其他快递是便宜 但是那个速度太慢了 嗯 肯定要发顺风的 对 必须保证就是你收到之后都还是 没问题的 是吧 基本上省会城市的话第二天就能到 今天发第二天就到了 下地方第三天也能到 收到也不会坏 反正这近期哈 我们就开始筹备了 什么时候开始卖的话 那就还没确定时间哈 我们还是会尽快的 嗯 有想吃的朋友哈 给我们 嗯 留下盐哈 我看也道理有多少朋友想吃这个东西的 反正我自己觉得是真的非常好吃 因为离开了新疆 你在这个地方根据吃不到的 有的话 而且我吃过其他的味道真的一点都不好吃 很不正宗 像这个话就是原汁原味的新疆的味道 嗯 鸡也是非常好的鸡 对 他们现在用的都是生态鸡 比在新疆的时候用的那种普通的鸡 都要好 但其实已经很好了 很多做这种的话都用的是冻鸡 对 那个成本就很低了 像用活鸡的话 成本就很高 但是口感吃的好 真是好 那个肉一点都不柴 皮子特别的那个脆 然后Q弹 特别棒 好吃 说到吃的 我就很有兴趣 聪明 我还是收到卖吃的哈 啊 那就这样子吧 我们现在就回去慢慢准备下这些东西哈